Hello,大家好,我是Anna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Permetric考试的一些建议 之前呢,在我上一个Vlog里面,我是有稍微涉及一点这个话题的 但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我会涉及更多的细节 那其中有一部分呢,是跟SOA经上考试比较相关的 其中也有一些呢,会是关于近期因为疫情的关系在Permetric考场的一些更改 但是因为Permetric考场也offer很多其他的考试机构来考试嘛 所以其实这边有很多建议呢,都是很多人都可以使用的 不是只有精算考试才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那我今天大概会涉及关于注册考试,考场的ID policy 就是你要带的身份证明,还有一些你可以带进考场和不可以带进考场的东西 包括COVID期间的口罩要求,在考试当天,整个的考试 就是check-in的流程和what to expect之类 最后一点呢,是最近的reschedule和cancellation policy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那OK,我们就开始吧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要说呢,就是注册考试和预约考试的时间 近期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 我也不只是近期吧 就是in general,我都建议大家这个预约考试时间是要越早越好 那如果你是参加精算考试,SOA的精算考试呢 你的注册环节是在SOA的网站上进行的 注册完考试之后呢,你先会收到一封SOA的confirmation email 这个email title就会写的是order confirmation society of actuary 这个样子,那在这个order confirmation email里面呢 它就会给你一个你的candidate number 还有一个去prometric注册的一个网站的link 在你收到这个email以后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你就可以在prometric官网上进行注册了 那在prometric网站注册结束之后呢 你也会收到第二个confirmation 那我会把你会收到的那个email confirmation截图放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不管你是在美国考试还是在中国考试 你收到的email应该都是一样的 我自己也有一次是在北京的prometric center考过 所以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去考场的时候要带什么样的ID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也会在你的email里面写过 考场的要求呢 是你必须要带一个带由你本人照片和你本人签名的一个政府签发的ID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可以是你的驾照 也可以是你任何 任何国家的护照应该也是有你自己签名的 那如果说你的ID上只有签名或者只有照片 就是两个只有一个这种情况呢 考场是允许你带第二张ID的 就是会补上 就比如说你第一个ID只有照片 第二个ID就应该补上你的签名 就反正两个加在一起 有签名和照片两样东西就行了 这个ID呢 在你考试期间你每一次进入 就是进出考场这个过程都会用到 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可以带进考场和不可以带进考场的东西 这个可以带进考场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你是精算师的话 那你就只能带ID和你的计算器 SOA的考试呢 是不允许你自带纸笔的 不能带笔 不能带铅笔 不能带纸 任何东西都不可以带 那他们考场会提供给你两支铅笔和一本52页的草稿纸 应该是52页 那如果在中途你的铅笔就是不太好用 或者是你已经用完了52页的草稿纸的话 你也可以随时找考场需要更多的铅笔啊 草稿纸啊这类的东西 那你自己的笔纸是绝对不能带入厂的 那精算考试的话呢 也是有计算器的要求的 不是每一种计算器都可以带入厂 我会在这边也截图贴一张 就是大家可以带入考场的计算器的一个list 但是 等一下 OK 但是呢 这个一般大家都是用的这个计算器 这个是TIXS 好像有点脏 TIXSLOTAVU 那一般都是带这一个 我们除非我记得其中有一个IFM还是FM还是 反正跟Financial Math差不多一个考试 你是有可能可以带到BA2PLUS吗 是另一个计算器吗 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 我一直都是用的这一个 这么多年来我都是用的这一个 如果你是精算师的话 这个就是你最好的伙伴 那不可以带入考场的东西就相当多了 其实除了我刚刚说这两个东西计算器和ID之外 都不可以带入考场就对了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list出来 这是一些比较常见的 不能入场的东西 首先不能带饮料 不能带水 不能带食物 不可以带手表 也不可以带任何手势 当然手势这方面 你如果是婚戒和钻戒的话 它们是允许你带入场的 就欺负单身狗呗 那任何私人物品呢 都是可以锁在你的locker里面 如果你中途需要喝水 或者是吃东西的话 你就直接从考场出来 然后打开你自己的储物柜 你就可以随便用什么了 那我想说的第四个问题 就是COVID期间的口罩要求 那这个话题呢 我在之前的vlog里面也有聊到 那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呢 我这个视频是在7月底录的 并且我是住在美国 所以有可能 如果你在其他的国家 那这个口罩要求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从去年开始呢 Prometrics是要求 所有进入考场的考生 一定要佩戴口罩的 而且全程都不可以取下来 要好好地遮好你的嘴和鼻子 并且我记得在考场里面 应该也是要保持一个 安全的社交距离 一般都是6 feet啦 但是现在 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 电脑和电脑之间是没有隔人的 就是每一个隔间 就是你每个人隔间有一块板嘛 但是不是说那种 坐一个座位 空一个座位 坐一个座位 空一个座位这样 就大家还是坐在一起的 但是你和其他考生的距离 其实还是 还是有一段距离啦 并且你有一段隔板 好像有一些考场 是设立在州立大学里面吧 然后如果说这个州立大学 他不允许 Permetric有这样强制戴口罩的要求的话 那Permetric就是没有这样强制要求的 那当然还是建议所有的考生都要戴好口罩再入场啦 但是如果你在这样就是没有Mask mandate的test center的话 就还是按照你自己的comfort level来 如果你是在一个有强制要求戴口罩的考场的话呢 如果你不遵守他们的规定 工作人员也是有权利拒绝你进入考场考试的 OK那第五件事情呢 就是考试当天what to expect 就是你整个进入考场的流程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提前30分钟要进场 这个提前30分钟进场呢 对我来说是最近知道的已经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的话 欢迎你去看我的vlog 首先呢 目前在COVID期间进入考场之前呢 你是要站在门口读完 应该是有两页纸左右的一个COVID声明的 读完这些要求和相关信息以后 你才可以进入他们的大门 进门之后的check in呢 当时check in的工作人员 也应该是会问你一系列关于COVID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最近14天有没有感染的症状啊 或者你最近有没有travel啊 或者你最近14天有没有接触到感染人之类的这些问题 在这些之后呢 你就会拿到你自己locker的钥匙 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随身物品都放到这个柜子里面 只能带上你的计算器和ID进考场 接下来就到了安检的部分 那在安检的这个地方呢 你会需要当着一个工作人员的面 清空你整个计算器里面的任何内容 并且在安检的时候呢你要在摄像头面前 给工作人员看你的口袋里 所有的衣服口袋和裤子口袋里没有任何东西 他们应该还会要求你拉起来你的袖子 也会让你拉起来你的裤腿检查 我记得我有一次还是有穿外套 那种hoodie的外套 哇后面有一个帽子的那种 他们也是让你抖一抖后面的帽子 证明帽子里面有东西之类的 所以你是可以穿外套的 但是你要证明说你的外套里面有塞任何东西就可以了 我在covid期间也是参加过两次考试 我记得是没有再用金属探测器了 因为在covid之前呢 他们是会拿那种安 他们是会拿那种机场安检那种金属探测器 一个小棒子 然后在你身上扫来扫去这样 那现在因为可能是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嘛 安检就没有这个步骤了 在你的安检和你的清空计算器这一部分都已经结束之后 工作人员就会给你两支笔和一打草稿纸 这是我刚刚说的52页的草稿纸 然后他们会要求你在他们面前就是一起翻 就是确保这个草稿纸 草稿本有52页 工作人员会翻一次 你会翻一次 最后呢 工作人员会让你在门口等着 他们会进入那个机考的区域 给你setup你的电脑 那在他们setup结束以后呢 他们就会招呼你进去 那你的考试就正式开始了 我刚刚有提到过 我们是不允许戴手表进入考场了 考场里面也 我记得也是没有那种大的时钟的 但是你自己的电脑上 你的右上角会有一个倒计时 那一旦你的考试开始了之后呢 这个倒计时就不会停了 如果你中途要出去休息 这个倒计时也是会一直在倒数的 说到出去休息的这个过程的话 你每次出去都要带好自己的ID 不管你是进考场还是初考场呢 你都要出示你的ID 并且在那个本子上签下你的名字 还要记录下你的进出的时间 要注意的是每一次 你再回到机考的考场里面的时候 又要再继续一次安检的程序 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计算器 也没有草稿这些问题了嘛 你也只是在摄像头面前看一看 你的口袋里没有任何东西而已 最后一个topic呢就是reschedule和cancellation policy 那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我要说的可能就跟SOA比较相关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考试机构会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如果你是考其他考试啊 CFA CPA GRE这类的东西啊 我这一部分就是大家参考一下就好 如果你是其他考试机构的话 还是建议你要去其他考试机构的网站 看这些信息 那对SOA的精算考试来说呢 考试前的30天以上 reschedule是不会产生任何费用的 但是如果你是考试前两天到29天的这个过程 reschedule会造成一个70道的费用 reschedule deadline呢是考试前两个工作日的中午 那过了这个deadline呢 你就是不可以再reschedule了 给大家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今天你预约的考试时间是星期二 那你能reschedule的deadline就是前一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 SOA还有一个规定呢 是如果你在reschedule的话 你只能在同一个window改你的时间 不能从一个window改到另一个window 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的PA考试 是每年的6月和12月 每年的6月呢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你可以任选一天去考 那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星期二 我可以改到星期四 可以改到星期五 但是我不可以从6月直接跳到了改到12月 这样是不可以的 现在我就要来聊一聊 COVID期间SOA给出的transfer和cancelation policy 再次声明一下 我这个视频录影时间是7月31号 2021年of course 所以如果之后SOA有任何的update的话 大家还是要以官网的信息为准 在疫情期间呢 SOA会在以下两种情况给大家transfer和refund 首先第一种情况是在150 mile之内没有考场可以给你考试 第二个情况呢是当地COVID的危险程度导致考生不愿意参加考试 那你要求退款或者transfer的deadline呢 是在已经预约的考试时间之前的14个工作日 或者如果你还没有预约考试的话 你的deadline则是考试window的第一天之前的14个工作日 我记得在去年2020年 疫情还非常严重的那段时间 我自己也是有取消过一次考试的 当时我就直接是跟SOA的客服联系了 就是发email跟他们联系了 他们的客服还都挺nice了 我当时是说我因为当地的疫情太严重 不太想去参加考试的时候 他们就很快统一并且给我refund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还是赶紧跟SOA的客服联系 或者是跟你自己考场的客服联系 刚刚说的这一部分policy呢 是在5月10号更新的 那这一部分policy 官网上就说8月31号之后的考试 是不可以follow这个temporary policy的 但是怎么说呢 起码在美国吧 我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疫情是又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SOA也会把这个时长拉得更久 可能8月31号甚至是9月之后的考试 也是可以因为疫情而得到refund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之后的考试的话 还是要多看官网的信息 并且多跟客服联系 OK那今天的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我分享的这些信息 对你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如果大家对更多精算师 或者是精算考试的话题感兴趣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关注我的频道 给我点赞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结束了 废 天哪 希望我说的这些话题对你来说是 这已经是第十次了吧 我的天哪 每次我说话他就叫 这些信息对你来说 我现在十秒钟的内容已经弄了三分半了 因为我每次一开口 我的猫就会走在我们旁边 喵喵喵 养猫的人可能不适合做YouTube吧 我来听说是 我来听说是 这是你的禁信的 我来听说是 我来听说是 我来听说是